我跟朋友说一人看完 晚上这个节目去睡觉之后呢 他梦到了一个仙女哦 他显快就觉得这些女怎么那么眼熟啊 一想 原来就是Selena 这样的很高兴 是不是太夸张了 你觉得是真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发生 哈哈哈哈 没有 这当然还真的好 鎮定一点 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新闻主播 不过他们有的已经不在新闻主播的位置上面 去做别的事情了 第一位是以前中天的当家主播 我们欢迎小一生 哈啰 小一生主播 你好 大主播好 好像是没有看到我们家 小一生主播是那个豪门媳妇 我看过豪门媳妇了 真的吗 我看过你家的报道 你住几层楼啊 我们家就是住六层楼很普通的公寓啊 你们一家人住六层楼 对 对不对 我们是住六楼 然后我公婆住我对面 OK 所以是一层的是不是 对 可是为什么你家看起来那么大 你有来过吗 为什么你有看过 他就这样有报道啊 哦 那是一些摄影的效果吧 其实这个很普通的小康家庭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六层楼公寓 所以普通那一百层楼 不是什么豪门 是温馨的 农长 你真的好假喔 我好假 真的啊 欢迎你来玩 欢迎你来玩 真的 他 他 好啦 你要跟沈莉莎解释 因为他不知道你公公的来口啊 哦 我公公是前 国民党秘书长也当过考试院长 徐水德 哎呀 你知道吗 你一定不认识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听过名字 但长相可能连不起来 如果玩连连看 你会连走 我没有要你玩连连看 对 叫你解释 人家解释个人就好了 然后不要再讲了 下一位主播经过了非常传奇的生活 那最近有出新书 我们欢迎许晗平 好 高分好 欢迎跟我们的沈莉莎和康文 一起来分享 这个主播 我今天在这边是典型的 白头宫女画天斗 你几年了 我在传播界今年第21年了 然后当主播是多少年 其实当主播只有五年的时间 可是很奇怪 到现在还有人看到我都叫许记者 或者叫念错念 龟记者 对 前阵有个广告好像在考大家怎么 猜对不对 念你的名字对不对 对啊 蛮有意思 许浩平 下一位现在担任市议员 我们欢迎王晋宁 好 王晋宁好 那Selina很羡慕的事情 是吗 什么事情 她嫁给整形医生 是可以黏在做各式看 那种感觉 不然她现在要跟她收费吗 我觉得跟男生一样 不需要为了喝牛奶去 去 煮一条牛 对不对 可是这样还是很好 可是如果我 嫁给整形医生 我应该会压力很大 她每天都要 摸女生 对不起 摸我 摸我先生是一定要摸 可是要去的人 可能都还有改进空间 你先生真的没有职业病 发作在那个 你们的夫妻生活里面吗 比如说摸一摸就发现 哎老婆你这个肚子啊 我觉得 也觉得还好耶 因为她都不太注意我 这就是结婚的后果 对我看王智琳当初说她结婚的时候 选的对象是因为 先生人很老实啊 嗯 整形医生可以很老实吗 对她就是一个很老实很实在 然后很不浪漫的人 你相信整形医生 我相信整形医生是很老实的人 整形医生应该都很会讲话 很花俏的人对不对 对 她就是一个很平实很严肃的人 因为我们过去从事实新闻工作 也会采访很多医生 然后我每次就问她说 那哪边可不可以做呢 哪边可不可以怎么样 哪边会不会有效 她都说不要做没有效 真的 对她就很有义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蛮实在的 有可能是因为医术不好 所以一直在想要不要做 她没把握 好坏 没把握做那种事 结果你到底在你身边手上 动过了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打脸肉毒感菌 所以脸看起来又比较小一点 对我以前脸比较圆一点 然后脸就是比较碰盔型 我注意到那个 千万不要把手指向Selina 整方向她很忌讳 刚说我以前的手就给我收回来 但是我感觉到 没有 其实很好 你可以找她老公 可以打个J.CO 对啊 可以打个问题 没问题 真的有人跟你做过这个建议吗 太多了 什么 要削哪边 你知道我怎么感觉 它是削肌肉嘛 所以这边的肉都会削的 你看 你现在如果脸子伸这样整个有多正 你看镜头 你看镜头 这样蛮正啊 可是把手拿开呢 更正 可是 医生哪有没有讲 医生没有讲说 这个是因为咀嚼的关系 所以才会 就是它的原理 其实就是让这块咀嚼肌萎缩 OK 你真的会 你真的会想要加一个整形医师吗 呃 无所谓啊 只要她能给我 舒服的生活 舒服 好随便喔 就是 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 她的舒服是有引号的 那是因为她做的那个广告 你先演技的关系 你觉得女主播会因为工作关系 就认识结婚对象吗 我觉得就是我从报章杂志看到很多 就是女主播都很容易 跟什么正商名流认识啊 然后会出去吃饭啊 对 沈丁亚跟我抱怨 她不认识正商名流 所以需要一分娘不要 把她带到上流社会去玩笑 太多趣了 就这品 如果半夜十二点空你 你可以出来吗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是什么趴耶 很多趴啊 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跟一般主播 比较不一样喔 其实可能也蛮可惜的吧 我是因为先结婚 然后才变成主播 所以呢 你先结婚才做主播的 我很年轻就被骗了 我大概25岁就结婚了 那怎么认识 我们是在长荣航空认识 因为我刚毕业 其实也换了蛮多工作 那时候又很没定性 就不太喜欢那种 每天上班打卡那种生活 所以我就想说 当空姐可能不错 还可以存点学费 那时候是想出国去念书 所以那时候就进了长荣航空 那因为张荣发手笔很大嘛 就还没开行之前 就养了一堆员工 我是在开行前一年进去的 因为很闲 然后我们这些刚进去的女员工 在长荣是一个很传统的公司 所以我们都要报一堆资料去送信 我就每天从二楼报的一堆资料 报到七楼去 就每一楼就变成送信的小妹 结果那时候我老公 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嘛 因为开行之前 大家都比较没什么事情 他在企划部门 他就每天坐在那边这样 很无聊看来看去 然后刚好每天下午固定的时间 我都会从那边走过来 他可能是在没有选择 没有其他人比较的情况下 就每天强迫性的都看到我 都看到我 所以后来他就 就写了一封情书给我 你这逻辑有诚意 他好像就使邮差的东西 害你小妹 真的是啊 因为我们常常都穿绿制服啊 可能就觉得 OK 然后就 那你当时在那边 分送信件的时候 也一直有对他放电吗 没有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我完全 我完全专注工作 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你也是像这样 今天穿这种薄纱形的绿色 我那个好像是绿色很厚的 一直像绿西龟一样 真的是很难穿透的 不过邱比特并没有因此而跑掉 还是蛮眷顾我的 就这样就 对啊 他就这样 可能也是缘分吧 他说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 心就跳个不停 就觉得说 就觉得说 哦 我一定要娶这个人 这样 好多男生都这样说的 我觉得是上辈子的 还是上辈子的 可能是上辈子 可是我看到他 可是我看到他却没有这种感觉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那怎么办 那当男生说他一看到你 就心跳很厉害 可是你觉得他没有感觉说 你怎么决定要不要嫁给这个人 后来是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是外文系 可是他英文比我还好 然后他也很浪漫 他就有一张烂烂的纸啊 写一堆英文 然后就拿给我 我就说 他还不敢说就是他给我 他说是这个人叫我拿给你的 然后我就一看 就 他文笔真的很棒 后来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 后来就因为欣赏才子吧 觉得说我是外文系 他英文比我还好 对对对 然后就抱着学英文的精神 然后就去跟他开始约会 见面认识 后来他也告诉我 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嘛 那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大学生我还蛮单纯的 我对于徐水德这三个字的印象 其实还是蛮模糊 跟森林长差不多 其实蛮模糊 对 年轻单纯 根本不太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后来 慢慢 那时候徐水德先生做的是什么 内政部长 那时候他是内政部长 后来我们结婚以后去日本 他是朱日代表 可是那时候其实 我们结婚的过程 其实蛮奇怪的 就是没有像一般人来说 跟这样的家庭结婚 就一定要什么 聘金嫁妆啦 或是相亲啦 其实那个整个的过程 都很奇怪 就是 我在结婚之前 只见过我公婆一次面 一句话都没讲过 就远远的看 打打招呼 就这样子 后来他们就来提亲了 就完全不像别人想像说 你们一定是相亲啦 或者是什么聘金嫁妆搞的 其实不是耶 所以我觉得姻缘其实 那你父亲也没有下一条 说你怎么会跟徐水德的二字 没有 我父亲也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他也不会说 啊 我们嫁给你 谁 谁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耶 搞不好他表面平静 可是心里很像 猛打消化 回去半夜中 立刻开始 立刻开始去投标 国有处地 不要出来什么 所以我觉得姻缘真是天注定 很多女人就是想要目标 嫁给豪门 我们却嫁不进去 我不是说这样就一定 嫁好我们一定就好 我只是说这其实真的都是缘分 可是做内政部长的媳妇 不是很爽吗 并没有啊 因为那时候后来她马上就 没有啊 就是交双警察把你来一下 你就说你叫我去谁吗 没有 我完全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后来订会以后 她就去当驻日代表 我们就到日本去了 那也很高兴啊 那也很高兴啊 对 在日本还是还蛮舒服的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 舒服 舒服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没有去逛街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们早上去上日文课 上完了中午就要回家吃饭 因为我婆婆在家里煮面等我回来 所以我也没时间去逛街 然后下午就是Family Day 晚上也是 所以其实在日本 那根本整天都是Family Day 对 所以从早上出去可以学一点日文 这样 所以其实生活也是 所以这样的家庭 其实生活也是蛮规律 不是很多彩多姿的 那为什么后来要当主播 你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每日一次单元吗 不是 这是哪一位 这是我主持每日一次的时刻 天哪 你主持说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的开场杯是什么东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每日一次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字是 菜 菜 吃爱菜 你们有介绍过 你们有介绍过 Check it out 那为什么后来要当主播 后来其实是因为 刚开始我本来想说 就当家庭主妇算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如果做的菜我老公没有吃完 我就会生气 有女生打电话到家里来 我也会生气 什么啊 后来我发现当家庭主妇 使我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出去找工作 可是很正常啊 没吃完 我的爱心菜 你当然我会生气 可是没有办法 我老公像吹气球像越来越胖 那时候我就觉得 然后有时候他 希望他胖 也没有 我就觉得说 我所有的力气都在做这餐饭 然后你竟然不吃完 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觉得说 为什么有女生 会打电话到家里来 还有什么必要 要打电话到家里来 我就会变得 因为见得世面小 会变得很care 你只care你的老公 你的家庭 就会变得神经紧张 然后有时候他回家的时候 我就再吸尘 他回家我就不理他 就故意一直吸尘 吸得很大声 我就觉得好像有种怨气吧 觉得说 变成怨妇 对 我所有的城堡就是这个家 你好精彩喔 我觉得你这一段生活 我觉得是蛮不堪的回忆 开成玫瑰童林也还不错 后来就这样一年的时间 我就觉得我要去找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之前很多工作都试过了 我也当过业务员 也当过空姐 也当过老师 都是做三四个月就 我可能不是很有定性的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我蛮上网当记者的 然后后来那时候 电视台没有机会 其实我进电台的过程 并不像别人那么顺利 所以就在中广 中广大概磨练了大概 将近三年的时间 所以你公公没有照你啊 我后来三年广播之后 那我就想去考电视台 那个时候我就瞒着家人去考 三家无线台当中的某一台 那可能是因为事先没有关照吧 但是因为你在广播界 也有一段时间 大家也知道你的身份 所以那个时候就闹得非常大 就是大家就说 听说我是内定的第一名 然后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亲戚也进来考 我们这一串粽子 就全部被扯出来 然后那时候就上了报 甚至后来我就 当时那个另外一位 后来有当上主播吗 没有 后来他根本连进去都没进去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 对 就全部被掀出来 说谁谁谁谁 都是有背景的 你们这个台 就是完全都是有政治背景 都是内定的 所以后来我考了两关 就没有再去考了 后来听说 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到国外去 就是去避风头 然后那个时候听说 在国内立法院还质询 因为那时候民国 民国84年的时候 就质询许雪德先生说 你怎么可以 质询那个电视台 说你们 立法院怎么可以质询电视台 我是忘记不要质询谁 但是我听说是有这样的消息 你们那时候是有关谷吗 对 说省政府啦 或者是党啦 或者是军方 可以把电台总经理 叫到立法院来问话 因为那时候等于是政府的电视台啊 OK 对 然后 其实我觉得 我比现在很多的新人 还要坎坷很多 所以你后来还是进了 对 后来就是因为 台式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你还是收了这张电视台 没关系吧 那时候就有参加 很容易参加 不知道什么关系 后来华市就说 他们在教学部 有一个名额 就不是新闻部 现在教学部 那我就先进华市 待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后来才进新闻部 那也是从记者开始做起 跑了两年的新闻 然后才开始慢慢从代班主播 然后中午的轮值的主播 然后后来才开始 从早上有自己的时段 这样 所以你跟薛大萍有同台过吗 没有 他很资深 他是台式我是华士 我是跟胡一虎 以前有同台播报的经验 胡一虎跟你同台 胡一虎是我在福大教 第一年学生 我的学生 你不要看他那么年轻 他比我们资深很多 什么 你教过胡一虎 胡一虎搬到还有谁 你知道吗 也是在中间的 尹乃鸡 还有 你教过尹乃鸣 他们三个人同班的 我辅大就教到他们这一班 非常优秀 所以 你是今天三个里面最 最资深的 最等约跟他合作的 当时是我的学生胡一虎 你只是说他看起来 并不是最老的吗 但我们都要检讨 没有没有 我找过他老公没有 因为薛大萍是做很多年轻人 才做事 我就以为他很年轻啊 没有没有 其实我比他们都资深 那你待的是哪一台 我待的是台式 台式 台式当时呢就是三家电视台 那这家电视台在当时 那叫李斯端 李斯端比我早两期 然后方念华比我晚三期 张雅琴比我晚一期 然后当时卢秀芳还来播气象 大概可以想到那个年代 所以他是李斯端同期的人 对 所以那时候 包括跟李斯端 包括跟张雅琴 方念华 我们都同台播报过 今天也有带了你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他们当年长的样子 还蛮有特色的 但是李斯端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过 其实我从小时候看到现在 他都是那个样子 真的啊 他很高兴的 谢谢 他很酷 他是新闻界的劉德华 而且他皮肤好酷 谁告诉你那件事呢 你不是觉得劉德华 从小时候现在都没变吗 对 他是真的 真的他是没什么变 那只要没有变的 就叫做某某界的劉德华 没有 我只是刚刚乱笑 所以你们家石头就是石头界的劉德华 那都没有变 所以这个是 你跟谁 就是猜猜看这女的是谁 吴敬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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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是你们中天的当家主播啊 方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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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太像 他怎么不一样 他眼神明珠 他眼神永远没有张开 那我被小冰冰了我 这是张雅琴 这是张雅琴 张雅琴那时候头发蛮有特色的 旁边那个是谁 傅达仁 天啊 傅达仁就是比我更资深的前辈了 所以傅达仁是体育主播对不对 是抱体育的吗 对 他抱体育 那他可以不要穿西装 那时候我们的星期天星期六都有 就是男女双主播 然后还有体育新闻 所以到时候就是三主播 所以张雅琴那时候已经是这个头发了吗 他那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发型 可以吗 他一开始就是因为这样的发型 所以很有特色 所以那时候会爆红 就是因为那个发型 因为他在化妆跟发型上 一定要特别的修饰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肉毒杆菌嘛 所以特色一点 可是就成了他的风格啊 因为早期主播的头发都要像钢盔 要配很多发胶 要很干净 他是不是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主播裡面唯一一个 对 大准 很斑放的 那你当主播的时候是这个头发吗 当主播的时候 后期有一点类似这样子 对 那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在中天有一段时间 还不准我们留长头发 对 初期女主播都不能留长头发 所以你要长头发 那你也是短头发 我刚开始也是 又是照片 刚开始都是短发 我试过各种发型 可是到后来 后期这一两年 开始流行长发 多短是像李燕秋那么短吗 对 大家都要 以前华氏规定女主播 不能留长头发 就像这样子 我们用这张照片 我先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这是哪一位 这是我主持 每日一次的时候 我已经小过去 好像学生 因为那个是 接李燕秋的班 就是刚我到教学部 就主持每日一次 天啊 你主持都每日一次 你知道我们可以用这张照片 看到女主播有三大禁忌 所以进来 第一个就是要剪短头发 要很俐落 第二个 不可以戴就是像 比如一芬今天戴的就是这种 摇晃垂挂式的耳环 一定要小小的贴耳朵 再来就是一定要穿 不能露肩的 手臂 最好是有点套装性质的 这样子 所以一定是不能露胸露肩 这工作太适合你了 你超考量露手臂的 也没有演讲 所以这个耳环不可以 这张这张也很有特色 对 这是到后来 后来 后来就在以前 我觉得这很像是博越队的 我记得起来 因为以前在华氏 没有化妆室 不像现在很幸运 其实你为什么老师要穿糖妆 因为我在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要穿中国式的 就变现代的发型 然后每日一次的 开场白什么东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每日一次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姿势 菜 菜 吃爱菜 你们有介绍过 屁 喝一屁吗 没有 一定要介绍端庄的字是不是 对 就是像 它有一些古代的解释 还有它的来源 以及它有什么其他的用法 这样 大概多长一个字 讲多久 一个字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 我们那个读稿机 不像现在是电脑 它还用那个稿纸有没有 一张张用黏的 然后呢 大字爆啊 对 就一张张用黏的 然后从机器里面 这样用投影的 把它搂出来这样子 暂在主播台的惊人发现 像我都不敢穿鞋子裁 我就会打赤脚 你女主播打赤脚 你要这样穿 看我看主播 我都会幻想 就是主播上半身 可能就是穿套 但是没穿 如果色情想法 可能就只有穿套 那一股 好不好有人拍 没有啊 这不是那么想的 谁你嘛 很多的主播她在看 读稿机的时候 一般人都不晓得 以为她是在被稿 其实我们是 利用投影的原理 像以前就是就像 就是一芬讲的 是有人塞这样 一张张的稿纸 现在是用电脑 可是我们都是直接看到 这个focus 这个焦距的时候 同时我们可能 我记得好像是 中式是用手按 我们还是华式是用脚踩 然后踩一下呢 它就可以跑一行跑一行 所以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要很端庄的注意 如果说 看得不自然 就很像那个乌鸦的啃玉米 其实是这样一行一行在跑 所以你要很自然的 这样目光这样跑 可是脚踩不是 万一踩错速度 它就会 然后有时候手送 最像我都不敢穿鞋子踩 我就会打赤脚 这很多女主播都不敢脱甲 你们女主播打赤脚 你要这样踩 你穿拖鞋啊 你如果穿高跟鞋踩 万一踩 而且有时候 你万一不小心把它踩跑了 你会讲到那边 糟糕 跑到哪里去 把那个扭踩跑 你一踩以后 它滑得太快 跑得要太多 所以就打赤脚踩 触感比较好 而且读广界还会当机 所以我一直在台湾去 你会这样 他在那边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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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就会有声音穿出来 手上还是有手稿 就要马上看手稿 所以这时候 你忽然看他低头看 就是前面的稿子坏掉 要不然就是上面人在聊天 副控室SUB人在聊天 他忘了帮你送稿 对 比如前面是个凶事案 放到后面什么 这个原因会非常的圆满 这种稿子 你自己要应变 那马上就要低头看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说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你手上还有一个手稿 你要跟得进度 不然如果就太信任那个 如果人家放错 或你的不小心踩掉了 到时候真的就晾在那边 非常尴尬 我有一次就是在台上 我忘了准备手稿 就手稿有时候很乱 他们说随时送进来 不见证按照顺序 有一次我就一直踩 踩不出来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找 那也还是中午喔 很多人看中午星 我就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你找的时候 要怎么找到 要讲什么话 因为那个时候还 就是刚好有状况 而且是念到一半突然没有 他们只在副控室上 现在则是总统接见 总统接见 可是总统接见是不能掰的 我怎么知道 他到底见了什么人 不像说今天 谈今天的天气我可以掰 我就开始一直翻 一直翻 然后都翻不到 然后在台上大概过了 四五秒的时间 所以观众有看到你在翻东西吗 就被K了啊 就被K了啊 没办法啊 所以像通常那种情形 我们一般 就是稍微有经验一点以后 就先沉着 然后看一卡住 就是先看 先播下一則稿子 然后你再 然后把那个稿头讲长一点 让他们可以 赶快去找到那条袋子 你讲完以后 他就放下一条袋子 他就嘴巴要一直在那边讲说 不要讲啊 然后是我们的新闻器 我跟总统接见 这有一次我们就看出说故意 以前真的没办法这样子 能不能干脆横一点 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现在你讲进广告 你都会进广告吗 这就很尴尬 以前没有的话就很尴尬 有时候复框 他没有办法准备那个袋子 他就会告诉你没有 所以其实最倒霉的是主播 你如果不会应变 你会一直被晾在上面 对 就是主播一直要明讲应变 但是你要来Carmen 都准备你的笑话 讲给大家听到 因为我的天生会被K死 我知道以前我们爆新闻笑 还被骂了 对对对 以前很严肃的 以前都很严肃 那如果是讲原优惠这种新闻 你可以面带微笑 但有一次我跟叶树珊在播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亦芬是叶树珊 那我们在播 今天呢翡翠水库怎么样 然后我一转头 摄影棚就飞来一只苍蝇 哪里不停 停在她的鼻子正中间 那我一看 能不笑吗 能不能笑 不是 播报的时候停在脸上 然后明明就很痒 但是你就要忍耐这样子 而且那苍蝇还会变换位置 然后整个我一看她 又停在媒婆姿这边 完全完全失控了 结果你就笑 笑 然后根本 不但笑 你新闻念不下去 我们两个都笑 摊在那个早安你好的沙发上面 怎么办 然后就进画面 直接进了一车报导 然后被骂死了 然后就被长官骂 对 笑得太开心 可是观众看得很高兴 还有观众打电话说 谢谢你 今天我跟老婆吵架 就看你们上 好开心 越有状况 收视率会特别高 对 越高 而且发觉的时候很开心 彭里会有苍蝇蚊子 会 通过还有鸽子跑进来过 那你是被苍蝇停在脸上 对 就很痒 它就在你面前飞 你要看读稿记 他要播报 然后就有一个苍蝇在你面前飞 飞了以后停在你脸上 就很痒 可是你又不能去打它 那观众就看到 有一只苍蝇在你脸上吗 可能吧 但是因为它可能飞来飞去 或是比较小 它可能不见得会看得那么仔细 可以偷灰吗 就是 那你要看新闻画面的时候才行 最重要主播的画面 跟一般的这个电视主持啊 什么演示唱会都不同 全部都是卡的很大的一个脸 所以就是说 你多几个扣子 又是Live 覆水难说 所以几乎那个时候 你稍微一点小动作 都看得非常清楚 对啊 会很糗 所以就常常很会忍耐 不管是想哭想笑都要忍耐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 在播新闻的时候 就刚刚有看到一个新闻画面 它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新闻 因为是一个受灾户 他们去抗议他们的大楼 一直没有办法灾后重建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很老的老太太这样 然后她就拿了一个大声工 然后很激昂的在讲她们的诉求 结果那大声工呢 本来那个麦克风 应该是拿来嘴巴讲的 结果她老太太 不知道那个东西 应该是放在嘴巴的 她就把它放在耳朵 以为在讲手机 她马上往瞬间 对 她就看旁边拿个大声工 她就把它放在耳朵上 然后很大声就在讲 然后我就觉得实在太好笑了 然后呢 就更好笑的事情又发现 我本来就已经觉得很难忍了 结果呢她就很激动的 在对着记者访问这样讲 结果突然她的假牙就掉出来了 她就趕快把它塞回去 所以应该很激动的这样 一方越拿大声工在耳朵 她越言之越好笑你知道 假牙就掉出来了 然后再把它塞回去 所以那个新闻 回来以后我实在是忍不住 很想笑这样 但重点是她又是一个悲惨的心 又被骂 那有时候很奇怪 越哀伤 然后越严肃 有时候越碰到那种事情 真的越无法忍住那种笑 因为居然有个记者 在现场SNC转播居然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 离难者抱着自己的骨灰正在下飞行 因为太紧张了 这方面在那边连线有时候听不到 有时候听不到自己的声 太吵了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不晓得自己晾在那边 所以为什么网路上常常在骂我们 就是有时候实在是那种状况 观众觉得你应该悲伤 就是你在那边笑 但你耳朵听不到 现场又非常混乱 像上次就是有个分尸案的现场 像分尸案的现场 像因为那时候我叫灾难记者 我们要跑到现场 然后一看警察署长来了 我们一定衝过去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长官 来对这个案子交代一下 目前的案情 所以我们一定是 几个有经验记者 已经卡在那边 那当时某一台 真的是不能讲 因为他现在在当主管 一个女记者 他卡不进来 但是再来就凭本事 要问最重要的问题 你们一定是什么时候发现了 请问目前案情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目前有哪几个嫌疑者 大家该问的 都问完了一个分尸案 不然这女记者看 没有人问 他敢问 那请问 他筹备了一下还有个问题 最尴尬的是那个受访者 新世纪达局长 他说这个婚私案 如果要 要铸杀再切开 这个难度很大 是在那幽默的 真的是很为难 那为什么你们去抢新闻的时候 还要打扮 如果像他讲的 就打扮得很轻便不行 因为我们会被拍到 我们会被拍到 你电视新闻不是平面 就很丑 然后就会被 而且影响的形象 相信我们后来都是有SNG车 都要做Live 可能随时要连线 也像外景 所以我们常常就在车上 那个边坐在车上 就边化妆 然后 就这样子 因为电视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们都训练出来 你可以在车上化妆 你如果不好看的话 首先你那个样子 就会被大家唾弃 不管讲得多好 你如果不好看 我以前就生生吃这个亏 我观众骂得真的很难听 他说你长得难看就算了 你还跑出来吓人 居然这样讲 所以我是戴面具算了 戴很可爱的面具 观众就很可爱 有的时候你连擦什么颜色的指甲油 都会有人打电话来塞 所以很清楚 主播的形象要端庄 要专业 怎么可以擦一个红色的指甲油 下一分那时候 那个糖妆都没有被骂过 那个时候 糖妆倒是没有 可能早上老人家比较厚道 对 或者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我到时候后来 就是接着播成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 华氏那三台很客难 都没有造型师 也没有化妆师 都是我们自己打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异想天开 就觉得豹纹的那个围巾 就是黑白相间 那种豹纹的围巾 我就穿了一个鲜黄色的外套 对 把斑马蚀围在脖子上 觉得这样很fashion 就后来就有一个观众 打电话来说 一大早的请主持人 不要把一条蛇围在脖子上 看起来非常噁心 你以前没有网 以前没有网就可以留言 所以恶毒的人 都必须要打电话进去讲 但是谁会有这动机打电话 我也真的我承认我会 譬如说他出城 就连线连线不到 我就说你赶快讲话 你这记者怎么不讲话 但是我也不会激动到 拿电话打去骂很在意 你现在就留言骂完就 就上网啊 以前如果一个新闻 是有争议性的 那真的很可怕就是 新闻一播完以后 办公室的电话 就是如雪片飞来 然后真的接到手都断掉 后来没有办法 每个人拿起来就说 这里是松安婚局刑事组 就受不了了 所有办公室电话 不可以跟观众对骂 你不能跟他对骂 要不然就说我是小弟 我什么都不懂 有这么这种方法 对啊 没有办法 可是有了网路之后 当主播也不太轻松 因为 有网路上会骂人 你们要看留言吗 然后 他们还要回啊 然后还有网友就会 网友就会 比如说剪贴一些色情纸片 对 我就收到 真的有人在看新闻的时候 会幻想那个穿套装的 会耶 主播突然变得很狂面 有啊 因为你看我看主播 我都会幻想 就是主播上半身 可能就是穿套装 下半身没穿 我自己没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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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是真的有 下半身啊 没穿的意思是说 没穿的意思是 没有穿洋装 不是整套的啦 或者是 如果色情想法 可能是只有穿一条内裤 有话以为她在想法 没有啊 这不是我想的 Selina 好吓 就是让她很有想像空间嘛 或者就想说 底下有一个别人 在对她做什么事情 而且我觉得那种 男生或是变态人 可能就想说 主播看起来一点严肃 我一定要把 看到你朋友的一面子 这都有挑战性啊 所以你们才会收到 那些怪东西 而且我后来有问 一个资深的影剧记者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采访主播吧 我们当明星或艺人看待 他也说你想想看喔 有哪一个明星 可以红到这种程度 他每天上电视 而且呢 每天在电视上三四个小时 对 有哪个再怎么红 就像林志玲 他也不能天天 对 所以难免 那时候就是家里互相 你们主播怎么分 那个工作时数 所以一段一段吗 到底是什么神奇宝物 让Selina 吓得落荒而逃呢 好 那请问徐浩萍在哪里 一定要讲出来吗 还是在心里想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们才看 可是要想那个人的模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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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奇怪 他刚刚 他刚刚就是从禁止的状态 跑过去耶 你们主播怎么分 那个工作时数 是一段一段吗 比方说我们的 时数最好的状况是错开 比如说9点 11点 1点3点 就等于说你播完一个小时之后 你有一个小时的空档去吃饭 去处理一些事情 但如果比较不好的状况是 比方说你9点11点 那中间12点1点 是整个被block起来 某一个主播在播 所以可能你下一节 会变成3点5点 就变成你时间 对 拖得很长 然后妆也都在脸上 然后那段时间 你都要stand by 那出去吃饭你知道吗 要带这样一个主播妆 出去吃要很大的勇气 那种妆都很浓 因为你们又不能带棒球帽 头发会弄坏掉 对啊 头发会弄坏 对啊 然后 而且那妆很浓 因为播新闻的妆 因为人都咖很近 对 然后那个光很强 所以妆通常都很浓 然后因为我们只拍正面 所以通常你觉得脸 比较胖的时候 你就会羞腮 我们讲的那个好像 对 化到黑黑 那旁边整个涂黑 涂咖啡色 很黑很黑 不过我自己也碰过那个 时间很赶 因为我们常常新闻 有时候前面在改稿子啊 什么就是很乱 然后比如说 新闻当中可能又有专访 你要准备等等 然后到最后一秒上去这样 然后结果可能化妆师 就来不及化妆弄好 那可能眼睫毛只戴了一边 或者是双眼皮只贴了一边 然后另外一边还没弄好 可能时间已经到了 你就要先上去 然后是一边有眼睫毛 一边眉 因为以前在早上 因为很赶 所以说迟到啊 来不及 后来就一边化 一边化 每个VCR回来就赶快化了 对… 后来东西一样 新闻播完了 你的妆也化完了 对 而且你看 很多女主播都是 越到后面越艳光照片 对… 一回就 那近新闻时间补一下 把这边的睫毛带上 那边眉毛画好了 这边说 所以只要一进影片的时候 主播并不是盯着那个影片在看 没有… 不忙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顺下一条稿子 或者是有时候 梳出头发 补补妆 所以最尴尬的是 已经讲好了 以下我们来看这则报导 然后没想到上位的导播 take错了 又回到你 那就很惨 有人在抠鼻孔 有人在梳头发 可是你们不会知道吗 没有看到电视 你看到已经出去了 对啊 按错就完了 因为又不能讲话 你那个时候 已经看到自己被播出了 对 你看到了 导播没有发现 这才听到那报导的声音在讲 但画面却是自己 导播没有发现 然后我们只好 故作震惊 然后就好像在看稿子 所以假装你也没有发现 假装一个很优雅的姿态 因为有人在讲 你那个时候不能讲话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对镜头微笑吗 这样有点怪吗 我还演那个新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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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装那个 他说其实新闻自己是要笑不出来 你是在笑别人 你这是别人 你会觉得我好笑 自己在那边的时候 我跟他真的是那个度日如年 那大概多久 他才会发现他按错语 就看了蓝球以后啊 他就按在上面 大概有个十几秒 我有一次就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播新闻到后期 其实新闻不断的在run 已经播了好几百遍 我曾经一条新闻播个七八遍 真的是蛮无聊 我就把杂志带进去看 但是因为你知道 那个播报台就是椅子很高嘛 然后我没有办法居高临下这样看 我就把它拿起来这样看 然后呢 结果那天导播 他突然按错键了你知道吗 结果他一按 到底说应该是VCR 他按错键就take到我 但是因为我是这样看 我没有看起来 我不知道take到我 就照着杂志 对 后来听说 那个画面足足出去了8秒钟 8秒钟在电视上是非常长的 杂志应该是你当代言人 就是 后来就被叫去K一顿啊 但是我当然不能说 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 可是他也会被骂吗 我不知道他们被骂 可是他们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在播报的时候看杂志 但是我会觉得说是你的错 让成造成我被 但你没有办法去指责别人 因为你的确在看杂志 如果是时代杂志还蛮有水准 如果是八卦中间 最后面 对 或是古装杂志 还是Playboy 完蛋了 还有的时候是大家都没有发现有错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女主播 然后比如说欣怡我们这样播 那这播完一则新闻 就是看完一个双主播新闻之后 我就说 我觉得你今天这胸襟 我们通常女生会放胸襟胸花 对不对 我说你今天的胸襟好奇怪 怎么那么肥厚这么一个 结果后来她就尖叫了一声 原来她那天刚好好朋友来 她本来要到厕所去换 把那个东西塞在空 然后因为厕所怕脏 然后她就先暂时放在这边 一条很大的一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超薄的 会是棉插在这边吗 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结果就播 所以我才会说 你今天这个胸襪怎么那么肥厚 结果就拨完了三成细 我都没有发现 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肥的 她一看糟糕 她刚刚愿发现还不需要换 她没有拿下来 就一直插在这边 然后就播新闻 播新闻拿 播完以后说 就一直带着那一个 天啊 她几乎忘了她的存在 那所有的新闻 我想观众来看 今天这女主播 这胸巴很乐啊 其实观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上台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能 准备好再上去 但事实上 常常是分秒必争 很多新闻都临时插进来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 完全准备好再上去 所以常常是一片荒 那收到很贵的礼物可以收吗 好像看个人的道德标准吧 有些人 没有收过很贵的礼物 但是有收过网友 比如说自己画的你的画像 卡通画 然后找了很多网友一起签名 在你生日的时候 或是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是有网友很贴心看到你 他在电视上看到你在播 比如晚上11点的新闻 他觉得你好辛苦 然后就给你送宵夜过来 送满牛过来 对 鸡精啊 什么补乎的 我有收过就是 我要去英国念博士的时候 然后就有几个观众 他们把我在那几年当记者 我的主播 还有一些那些简报 做了一本送给我 我觉得这是我贴心的 非常温馨的 最好的礼物 所以徐浩萍后来不当主播了 是因为厌倦了吗 没有 那时候其实因为 那时候电视台姿态都很高啊 我们要去念博士 他说那这样的话 不给你留职庭心 对 就不能留职庭心 其实我念硕士去留职庭心 那康乃尔我也是第一个 所以后来像张雅琴啦 彭文正啦 还有念华 像都是这样子在圆我那个例子 可是就是说 后来就慢慢改变了 那当然现在大家也看到 三家电视台 无线台的没落 那么就可以知道 其实对于人才的这个 栽培跟鼓励进修 其实在当时是完全没有 就跟一芬讲 我们真的连化妆师都没有 我们男生女生有的 自己跑到厕所里面 那昏暗的灯这样自己补一补 是真的是真的 那你们衣服怎么办 衣服都自己在 自己去借 自己或自己去找 为钱都自己去找厂商借衣服 对 没有人安排 真的完全没有 他可不可以都不要换 就男生就一直穿那套西装 女士丹比较给人家 男生好处是说 你可以换个领带 换个胸襟 就看起来不一样 女生真的比较辛苦 一定要变化 女生不可以穿重复的衣服 要跟别台争齐动一样 比如说你的敌人是毁 你的台是我中式 你一定要穿的 因为外表其实是蛮重要的 而且女生也都希望 自己美美的 那可以露到 这也可以开到什么程度 好像很少看人家露 没有主播装 没有看露过这样子的吧 其实只要稍微低一点点 在播报台上 就会觉得蛮奇怪 我以前早管 就是连头发都不能有 那个法丝是乱的 就是要喷得像钢溃一样 一丝不动 风吹都不会动 你像早年去看 那大陆人吹的头发 整个这样翻起来这样子 不会掉下来这样子 像钢溃一样 所以 你那时候是去念博士 然后电视台就说不准 就没有了 对 后来我就辞职 辞职以后 那当然就是念博士以后 我就发现主持节目 然后后来也出唱片 也演戏 然后也做比如说 催眠的极其口义 然后当然我也创作音乐 所以我现在得了四桌金钟奖 五桌金曲奖 其实我要很感谢 如果没有跨出那个小镖 你得五座金曲獎啊 對啊 我是第五屆的 流行音樂最佳新人獎 有播報台太埋沒他了 好酷喔 然後我也得過 我也得過專輯獎的 還有得過製作人獎 就是他有在炫耀的意思 當然啦 你剛剛講什麼東西 他講一下你會怎麼講 這個超級都講得很輕鬆 你得過幾個金曲獎 一個 一個就很好 我們都一起參加過啊 不過我後來都是非流行音樂 所以我想說其實主播這個播報台 大家看起來都非常的多彩多姿 那我們今天三個人其實 都經由這個工作得到很多的學習跟歷練 但是這個播報台 它又變成另外一個框框 那王欣宜你當了幾年主播 我在新聞工作差不多五年 然後之前前幾年都是有採訪加播報 然後最後一年到中天的時候 才是全職主播這樣子 然後就去當市議員 然後因為要選舉的關係 然後那個時候電視台就覺得 我那時候事實上還沒有正式被提名啦 但是當時就會覺得說 擔心有黨派色彩 因為就是說新聞的東西 希望你能夠比較中立一點啊 比較沒有政治色彩 黨派色彩 能夠比較中立一點 所以公司就希望我說 我就不要播了 好我這邊呢 有許豪平先生出的新書 消失三十五分鐘 對 所以是你被外星人綁架的三十五分鐘 也許吧 對啊 這是要送給Selina跟康永 謝謝 那你今天帶來的這個好玩呢 要不要過來教我們一下 我們來看一看 說實在就是說 當主播過程中很多奇特的東西 但這也是蠻奇怪的 這個東西 請你告訴我 Selina站在哪裡 Selina站在哪裡 好神奇喔 你再試一次 我們再試一次 請你告訴我 蔡康永站在哪裡 蔡康永站在哪裡 我們可愛的康永在哪裡 找不到 妳敢幹什麼 沒有吧 是不是因為 妳講蔡康永的時候 妳頭朝向她 不是 妳可以自己拿 妳可以自己拿 幹嘛 這是哪裡來的 這個是 這個妳擦英文字裡 都可以擦得到 那我也要問什麼嗎 妳可以問啊 妳問 不然妳就問今天 因為蕭一芬在哪裡 妳不要去甩她 妳以為是麥芬鼠嗎 妳 首先妳要把自己的心放成 這個英文字裡 都可以查到 這叫Dowsing Rod Dowse 這是 東西方對五千年 所以一定要拿著人 自己想他要看哪一個人 自己想你要看什麼 你要講出來 好 那請問徐浩萍在哪裡 一定要講出來嗎 還是在心裡想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來看看 可是要想那個人的模樣 很奇怪 他真的從禁止的狀態跑過去 真的很奇怪 不是你自己拿這個 好 你看 這是哪一國家來的東西 我現在看到在我這個 新書這個消失三十五分钟上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新疆五千年的古墓上面 福西跟女娃 你有沒有看到福西的手上 那兩個人還在玩 他手上就拿這個 對 然後你再看漢朝的古墓 福西跟女娃 左右邊拿的 是不是都像這個巡龍尺 Dowsing Rod 等一下 請告訴我 今天攝影棚裡面 好奇怪喔 最美麗的人是 是 誰呢 太誠了 來 你看這石頭 這石頭是不是好像很普通 可是你現在把它打開 你會不會發現這裡面 像是藏了一顆子彈 像不像 兩顆子彈嗎 這不是319的子彈 這個仔細看看 這個是喜馬拉雅山上 一種很奇特的 具有靈動力的石頭 你說這是自然的東西 這是自然的東西 你仔細看啊 我們科學有辦法 把這個東西鑲嵌進去嗎 我不懂 我不懂科學 沒有關係 可是這裡面有包東西耶 對啊 這個東西怎麼鑲嵌進去 這是真的很奇妙的事情 那這是什麼 裡面這個是什麼 它就有蠻強的一個能量 現在就很難解釋 但是印度教都在拜這個東西 把它當作是獅婆神的洋具 叫做SHIVALINGA 成莉娅你剛剛摸了那個 神的洋具耶 對不起 我委獻了你 先空手 好 偏空手 然後我們現在呢 空手 然後把這個先放旁邊 空手然後 你用力我也用一樣的力 好不好 好 好 對不對 然後你再來 我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比較有力 是真的 你看 你看 你真的比較有力了嗎 你自己看嗎 你自己看 我不要啦 我不要啦 消失了三十五分鐘裡面 都是這些東西 對 其實你們都是 而是說從我在百慕達潛水開始 然後我以為我潛了十五分鐘 但事實上錄影帶拍了五十分鐘 所以那三十五分鐘消失 再加上背上 好像被注入了一個奇特的管線 OK 但讓我更體會到愛與寬容 那當然這就是整本書裡面 你這樣子也可以體會到愛與寬容 他就看完我的書 我的書裡面十萬字還有一千張 我實地拍攝世界各地古文明的照片 有人歡迎你是外星人嗎 現在會有人這樣問 以前都問我說有沒有外星人 現在大家都直接問說你是不是外星人 你應該是吧 你為什麼是 你試就承認了不要不承認 你眼睛一帶一雙搞不好你試喔 對啊 耳朵你看看康永是 耳朵也有一個叉叉的 這都被外星人綁架過 所以前面的學校女 是你們倆都是 誰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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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Selina又抓狂了 只要你是地球 只要你是地球人 只要你是小狗你知道 你在畜生道 我怕 我敢在嚇這個Selina 我今天已經嚇了她三次了 太恐怖了 會需要避孕喔 我先受驚嚇三次 好 好 恭喜你們一開始 不會生活都變得這麼好啊 謝謝你們 黃金戰士黃金戰士 我答應 你要不要試看看 只要我是你老婆啊 那我要怎麼做 志願 志願趴著 你今天在場上表現不好喔 還說自己是黃金戰士 你也太太紅了吧 你都不擔心有損你球員的形象喔 好愛玩